福星温泉区亲子共荣公园 日前因为小朋友玩垮鬼游戏的时候 遭到钢缆化伤 民众向议员陈宜军陈勤 县府发包单位建设处 以及管理单位观光处 立即解决潜在危险因素 并拉起封锁线 我接到民众的陈勤 那特别有提到说 我们福星温泉区这里的游乐设施呢 那因为有这个铁线吊出 那导致于有孩童 这个脖子的部分有被划伤 这个滑锁呢 它是有辅助自动复归的功能 那可能小朋友在使用上 它等不及那个滑锁慢慢的复归 那可能他们自己用推拉的方式 导致我们那个复归绳 有跳脱的情况 那目前呢 我们改进的做法是 我们会先把这个复归绳 先做一个拆除 那以手动的方式去游玩 观光处风景区管理所 张召会所长表示 后续整个园区会落实每天寻查 以及检视 未来在有发生设施损快的部分 会马上暂停使用 而游戏设施也都有年龄限制 也会请员工加强宣导 我也要提醒家长 带孩子来这里呢 希望大家的眼睛还是不要离开自己的小孩 那也可以指导孩子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游戏器材 才能够玩得开心而且玩得安全 现场的设施有所谓的使用的年龄跟体重的一个限制 那第一当然是希望陪同来的大人能够规券小朋友 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使用 那现场的部分我们每日在福西文学区都有五位的一个工作人员 进驻在这里 那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加强来这边做一个巡视跟做一个宣导 亲子共荣公园场域相当宽敞舒适 园区内也都有投保保险 对于发生意外的部分会启动比赔机制 而这次发生小朋友化伤 确实需要检讨改进 未来对于管理上会再加强器材巡查解释 让小朋友玩得更安心 记者曾公佑 葡里正采报报道 支持明镜与面来自 sir